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美国人经历过经济动荡和失业,家庭和社区正在遭受苦难,许多消失的行业将不再重现,几乎一半的现有工作可能会被未来的技术取代。 此外,就业能力差距,也就是雇主需要和工人拥有的技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大多数学校系统都未能充分地意识和提高挑战所带来的技术问题,我们必须紧急地采取行动,重建加州的经济并培训年轻人以确保他们为大学生涯和生活做好准备。 值得庆幸的是,在过去十年中,创新教育者和倡导者已经在加州推动职业教育,采用更全面的方法共同发展学术劳动力和现实世界的技能。 事实上,根据加州教育部的说法,学生完成严格的学术核心并专注于职业的人有相等或更高的考试成绩。 更高的毕业率更有可能接受专上教育,并且在大学有更高的平均计分。 简而言之,它有效。 然而,在学校成功的职业教育仍然存在挑战。 由于教育者、系统和雇主之间缺乏协调,导致脱节的框架而措施机会,学生缺乏相关课程,往往未能将学生目标放在首位。 在当前加利福尼亚州的职业准备策略混合体制中,学生没有得到长期的系统性的支持去建立他们的高等教育未来。 太多人仍然认为职业教育是额外的,与传统的通知教育科目无关。 此外,根据阿纳海姆联合高中区长迈克尔松田认为, 社会公正的晴雨表是学生是否有途径获取有意义的工作。 我们意识到在这个学术技能、劳工技能和公民技能的交叉点是我们可以提高学生长期成功的关键点。 这就是为什么阿纳海姆联合高中学区制定了职业准备系统的框架。 这是劳动力发展的领先模式,年轻人可以在这里追求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热忱。 通过这个框架,AUHSC加大了其内部调整校队和基础设施,围绕于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21世纪技能、技术技能以及青年声音和目标的培养。 一个人需要21世纪技能也称为权力或生活技能,去导航他们未来的多种职业取得成功。 是的,这包括情商和关系智慧、时间管理和项目管理。 但更重要的是,作为教学和反思的基石,贯穿所有课程和课外活动的五个系。 它们是可转换的,根植于各行各业。 五个系分别包括同情心、合作、沟通、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 然后是技术技能,这些可以是非常特定行业型的。 它们包括将所学到的应用到各个领域的能力、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商业和创业。 和其他高需求领域、高中生精通感兴趣领域的技能可找到工作, 保住工作岗位晋升更快创造就业机会。 要获得技术技能,需通过职业技术教育。 课程作业与职业道路相匹配的双学分社区大学课程, 和基于项目的学习以及指导和实习。 基于年轻发生及目标都源于学生对自我身份和动力的发展与肯定。 重要的是,学生选择他们的学习方法从而发展目标, 这是通过公民参与、服务学习和职业探索活动来实现的。 活动是有意义、相关性、兴趣、趋势的, 并且通常在教育者的适当指导下自行而发。 还有很多创新的阿纳海姆职业准备系统框架战略的特点, 该战略重点利用各种新举措、合作伙伴和方法来实现我们的愿景。 阿纳海姆学区职业准备系统框架加入了职业教育成为每一所学校使命的中心, 因为它有效并为所有学习者提供竞争优势。 学生们带着他们的热情、声音和优势进入职业探索过程。 CPSF中的技能和工具都有助于形成这块综合学习和技能培养的强大马赛克。 以目标为基础,让学生为有意义的职业做好准备。 请加入阿纳海姆联合高中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通过无限的你。